8月22日,香港艺术馆再度获吴冠中家人捐赠珍贵产品作永久收藏 捐赠仪式在礼宾府举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真月娥 吴冠中长子吴贺允协同夫人出席仪式 捐赠的藏品包括已故著名画家吴冠中多幅水墨、油画、水彩及素描写生原稿 如双雁的原稿宁波水香、汉博写生和苏州水象及遗附20世纪70年代 上山下乡时期的画作《山下人家》 同时捐赠的还有吴冠中深浅常用的印章、留学证件以及法国政府颁授的勋章等 展现了大师艺术人生的全貌 林真月娥表示,她自己与吴冠中的作品很有缘分 吴老钟爱香港 历年来,她及家人对香港艺术馆捐赠不断,至今达450余项 香港艺术馆也成为全球收藏吴冠中作品最多的艺术机构 香港中西交融的特点,勇于开拓的精神,与吴老毕生的追求一致 吴老的作品对我来说就像老朋友一样 我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 官邸里一直挂着吴老三幅作品的符本 后来搬进礼宾府 在隔壁的小的休息室里边,在与吴老的名作《一江南相遇》 所以说我跟吴老的画作也有着奇梦而美好的缘分 现场展示了吴冠中之前捐给香港的经典画作《双雁和一江南》 吴冠中长死吴贺宇指,吴贺宗的创作目标是让更多公众去欣赏作品 而不是拍卖获利,所以捐出很多父亲最贵重的作品给北京、上海、杭州、香港和新加坡的艺术馆 父亲相信自己的代表作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吴贺宇谈到父亲对香港感情深厚,最信任香港艺术馆 源于艺术馆曾经做的一次吴贺宗作品系列展打动了他 展厅门口设置了类似双雁的白墙黑瓦大门,突出主题,布置独特 吴贺宗看后感觉非常震撼 发现展览既不是按照年代,也不是按照绘画种类排列作品 核心区布置的《双雁》《秋景故居》和《易江南》 正好是体现自己艺术发展历程的三幅典型作品 他觉得香港艺术馆真正懂得自己的艺术风格 于是激动地说要将自己的精华作品捐给香港 据了解吴贺宗是学贯中期的艺术大师 毕生致力于国画现代化和油画民族化的探索 作品融合中国传统水墨与西方现代绘画的美学观点和内涵 可能